小S出道多年以來 憑藉幽默直爽的個性深受觀眾喜愛 日前她在自己主持的節目小姐不惜地中 分享與有人到國外旅遊時發生糗事 她透露當晚自己不小心喝得太醉 有人全部都進房間睡覺了 只剩下她一個人還堅持在客廳唱歌 結果迷迷糊糊不小心撞到了桌角 由於當時喝醉了 只覺得有點痛 沒笑到隔天起床才發現 左眼皮處有傷口 而且傷口還裂開了 一直到現在還有風箏的疤痕 小S透露其事她出門前 老公就叮嚀過她喝酒容易跌倒 不要帶傷回家 結果還是撞出了一個大傷口 令她整趟旅程都在擔心回家要怎麼面對老公 回家後老公一開門 看見小S的傷口又氣又無奈 表示讓小S不要再害她了 因為傷口的位置真的很像家暴 想到過去的家暴傳言 她則表示對老公感到抱歉 會不會是強生的 就知道了 咱們讓它看見小S. 中古的最寬話 吃花到家暴將 吃花到家暴 吃花到家暴 吃花到家暴